夏季葡萄已经进入了采收期 偏偏天宫不作美 一会儿出太阳 一会儿出下大雨 那葡萄受不了气候骤变 除了裂果 表皮还出现了像烧焦的情况 农民损失大约三四成 也因为到货量少 葡萄的价格也上涨了 最近的气候真叫人受不了 早上艳阳天 到了下午又雷雨大作 进入采收期的夏季葡萄 受不了相当洗森温暖的气候 出现损伤 解释一串串葡萄 修剪损坏的果实 葡萄说变来变去的气候 连叶子都受损了 葡萄产期老天爷却不赏脸 葡萄的产量递减 也造成市场价格上涨 五月间葡萄农还在高兴 没遇到什么天灾 应该可以大丰收 但近一两个星期的异常气候 让葡萄农损失不少 面对这种天气 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 明日新闻庞志龙正好报道